很高興回來家裡見大家 多謝大家在宣教工場上 我們去短宣的時候 多方面的代討 我相信大家的代討 神都是隨聽的 事關我們團園當中 有非常年長的 也有非常年輕的 不過我們去到兒童村 最後一天 大家都沒有病 而且天氣 本來雨早有40度 因為下雨也非常舒服 但到了最後 年長的沒有病毒 年輕的沒有病毒 唯獨在中間的病毒 因為我教過學生 其中一個在我旁邊咳咳咳 結果他也給我了 但這樣就是回來 今天恩典夠用 還站在港台見證主的恩典 今天要分享 佳尾的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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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經文出於 羅馬書第十章 第八至十五節 我們都好好地讀一讀這段的經文 因為我們全福音有佳尾的腳蹤 讓我們和喜納去讀一段經文 已經印在螢幕上 所以我們一起讀了 預備起 他到底怎麼說呢 他說 這道離離不遠 正在你口裡 在你心裡 就是我們所存信主的道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 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 就可以清移 口裡承認 就可以得救 經常說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於羞愧 猶太人和欺利利人 並沒有分別 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 他有口袋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然以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呢 未曾聽見他 只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 只能聽見呢 若沒有奉差遣 只能傳道呢 如經相所記 報福音 傳喜順的人 他們的腳中 何等皆美 我們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 感謝你不僅僅救我們 你猜險我們 去世界各地 傳讓你的福音 留下皆美的腳中 主要我們這樣做 是因為你的大愛的激勵 我們這樣做 是因為你本身就是道成肉身 在地上 留下了皆美的腳中 主要今天 讓我們思想 我們要將福音傳出去 我們要聽回 在短孫的時候 一些報告的時候 求你的聖靈與我們同在 願意你的話語 亦都成為我們的勉勵 願你的話語打開的時候 就發出亮光 讓我們的眼睛能看見 讓我們耳朵能聽見 見到你的手在世界各處所作的歧視 歸永要給你 亦都激發我們的心 來為你達出我們的第一步 我們同心討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命求 阿明 請坐 當我們時常說 我們要傳福音 傳福音 留下皆美的腳中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 福音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呢 當我們讀羅馬書的時候 神藉著保羅在羅馬書 把福音解釋得清清楚楚 我們所讀的這段經文 其實保羅是說 關於以色列人得救的事情 原來神在一早的時候 已經藉著以色列人 預備了福音給我們 就是藉著耶穌 相信耶穌基督 使我們得到救恩 完成了祂的律法 但很可惜 這些以色列人得不到 因為以色列人不承認耶穌基督 是基督 搞不清楚的關係 以致有了這段經文 所以我們首先探討一下 福音是甚麼 如果大家還不清楚的話 明年開始福音報道訓練的時候 以前叫CWT 現在叫EDT EDT不是電力公司Edison 是Evangelism Disciples Retraining 請大家參加 我們看看福音是甚麼意思 福音簡單來說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 我很高興我們剛才讀的經文十五節 那全福音報起信的人 他們的腳蹤是何等的佳尾 中文聖經翻得不錯 為甚麼 因為原文那裡 原來真的是那全福音of 英文是of 然後是agafa 就是good things 那全好消息福音的 福音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上好的事情 即是說 中文翻成全福音 報起信 福音是甚麼呢 福音是好消息 而且是上好的福音 good news of the good things 你說為甚麼那麼好 原來藉著傳這個福音 是可以使我們與神和好 可以得到永生 所以福音其實分開兩部分 一方面就是我們可以清義 英文叫做justify 還有可以得救 saved justify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這個字 大家如果打字 歪歪斜斜 最後全部highlight 接著按justify 接著它就排齊 就排齊了 就叫justify 原來清義和正確很有關係 justify 即是說簡單來說 接著有寫 清義就是要與神恢復一個正確的關係 我們與神的關係歪歪斜斜的 但靠著耶穌基督 靠著相信耶穌基督 神就將我們highlight 接著按 噗 全部直到 可以與神有一個正確的關係 這個叫清義 這樣福音包括清義和得救 不僅要與神有一個正確的關係 還要得救 我們就讓開了 怎樣才可以與神有一個正確的關係呢 我們要記住 神是聖結的上帝 神是獨一的上帝 如果我們要與聖結獨一的上帝 有一個正確的關係的話 首先要處理的是我們的罪 因為神是聖結的 人是有罪 因為自從始祖犯罪之後 我們生出來的人都有罪 最簡單來說 就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任何 不踏到神標準 射箭中不了紅心 不中target 我們踏不到神標準的任何事情都是罪 包括我們的心思意念 不符合神的思想 一些謊話 一些不好的事情 這些都是罪 人沒有辦法 人是有罪的 神是聖結的 所以我們的罪需要解決 怎樣解決呢 那就是主 神已經為我們解決了 耶穌基督為你的罪 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 罪 我們犯了罪之後 我們獻了神的債 是有罪的債 而且公家的結果就是死 但是因為耶穌基督為你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 祂就幫我們的罪 付了這個罪的債 就是祂的生命 並且祂的補血 可以結證我們一切的罪 如果你問現在的猶太人 猶太教 和我們信耶穌最大的不同 是甚麼呢 就是猶太人覺得 耶穌基督不是他的救主 所以他還是要靠自己 遵守神的律法 猶太人覺得要靠自己 遵守神的律法 要做得好好的 有機會上天堂是靠自己的 我們不是靠自己 我們是靠信耶穌基督 因為神的救法是藉著耶穌基督 祂的命 祂為我們付了罪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 是耶穌基督幫我們付 不是我們自己幫我們付 為何猶太人靠自己是不得救 但是相信耶穌基督 是可以 耶穌基督會結證我們的罪 付了我們的罪 以至我們可以與神和好 以至可以清義 以至我們與神和好之後 就可以與神有一個正確的關係 不用見到神不正確的關係 好像什麼呢 子女做錯事情 見到爸爸媽媽 會害怕的 爸爸媽媽生氣爸爸 子女害怕的 但是當我們相信耶穌基督 我們聚得到赦免之後 我們見到天父 不用怕神生氣爸爸 我們與神有一個美好的關係 第二方面 記住 福音包括得救 什麼叫做得救呢 得救呢 saved 即是有個笑話 就說 無海密德和耶穌寫program比賽 電腦寫一個程式比賽 後來突然停電了 然後耶穌就贏了 知不知為何耶穌贏了 嗯 這個讀熟英文的話 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 Jesus saved 不明白 因為耶穌基督拯救 就是saved saved就是全黨 耶穌基督做program的時候 一向都saved saved 所以他就贏了 記住 得救呢 是包括saved 得救 所以呢 得救呢 跟全黨是很有關係的 原來呢 什麼叫做得救呢 什麼叫做saved呢 saved 就是說 是由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 將它呢 送到一個比較安全的情況 這個叫做得救 舉例 舉例 加州三火 你家屋四圍都被火圍住了 你說慘了 不能夠了 打救一一怎麼辦 我好危險啊 我再這樣 我會被燒死的 煙焗死的 突然間有個直升機 然後就把繩子吊出來 快點穿上去 你穿上去 你穿上去 然後把你升上去之後 然後由一個非常不安全 走向滅亡的情況 以至到一個安全 然後飛去醫院頭頂 然後放下你下來 然後自己擦身體 有沒有事啊 沒事 這些叫做達救 為什麼福音這麼寶貴 因為當我們每一個人 帶著罪與神不和好的時候 我們都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境況 就是今生不知道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將來我們要去一個永遠與神隔著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地獄 我們就好像在一個火海的當中 雖然很遠 但是漸漸燒過來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的辦法可以逃脫 我們最終的結果就是滅亡 我們又好像浮在一個漂流的海上面 我們掙扎掙扎 緊緊維生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沒有力氣的時候 就會沉下去 一點安全都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現有的境況 我們的靈魂不認識上帝的時候 我們活在最終 每一日我們都是步向黑暗 每一日我們步向死亡 直到有一天被死抓住的時候 我們與神完全隔著的時候 我們就要步向永遠的沉淪 那裡是地獄 就是我們現在的境況 感謝主 但是當我們聽到福音的時候 耶穌基督願意潔淨我們的罪惡 耶穌基督願意將我們 由我們空虛的人生當中拯救出來 我們拉上來 就好像我們正在泡 突然間有大水泡 嘩 我們說可以了 接著有架直升機 或者有船 帶我們去安全的地方 這就是福音的好處 這麼寶貴的福音 我們是否應該要傳 是的 這麼寶貴的福音 我們要怎樣呢 傳福音報起信的人 他們的腳中何等皆尾 也就是說 這麼好的福音 我們不僅要去相信 我們要去傳 在座各位不知道 還有沒有人是微缺自得救 如果你是微缺自得救的話 你要了解你現今的情況 不要拖著拖著等著等著 你現在的情況就是 如果神未與上帝和好 你需要與神有一個正確的關係 你需要罪得赦免 你現在的關係就是 你是每一天步向滅亡的 你需要耶穌基督 用祂大能的手拯救你 所以若果你是還未接受福音 待會呼召的時候 我邀請你走出來 說我願意今天相信 缺自接受耶穌基督 因為剛才那段經文已經說得很清楚 因為這道離你不遠 在你口裡在你心裡 你若口認耶穌基督為主 心裡信神叫祂從水裡復活 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去清義 口裡承認就去得救 凡相信祂的必不自羞愧 然而這個福音是需要有人傳的 下面這段經文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傳福音呢 我們要呼求 口裡承認心裡相信 這個呼求的動作 然而如果未相信祂 怎麽求祂呢 十四節 未曾聽見祂 怎麽相信祂呢 沒有傳道的 怎麽會有聽見呢 沒有奉差遣的 怎麽會有傳道呢 如經相所記 傳福音報起信的人 他的腳中何等皆尾 如果要得救 首先要有人傳福音 你聽得到 你才可以相信 你才可以做這個決志的討告 所以一定要傳出去 所以我們就要繼續 這道離離不遠 這道離離不遠 這道也要傳出去 我們就說說短孫是怎樣傳出去 但是為何不動 這道離不遠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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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道技術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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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它應該自動 它應該要動的 看看 咦 為何沒有了 這個 這個 報起信 不不不不 回回回 回回回 這裡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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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我想不可以了 不行 先 是 不要搞 媽媽 治療 然後 有有有有有 我電腦�round得好順滅 練一個 練一下這個行不行 但不行 我口述一下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最精彩的一段 其实就是我们去咸阳 大家下个星期六八号 如果去得到短孙队的报告 应该有 先看看 为什么会回来 先看看 这个去到地 好 就说了我们和儿童 已经做了很多事 这样就结束了 这样就说了 这样就说了 很感恩就是几件事 我们早上就去教英文 下午就有些活动 我们有些灵修的时间有些活动 晚上就去不同的家舍 和他们看电影 其实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已经有人问我们 多少人信主 其实记住 这个儿童院是和政府合办的 我们一进去就带个招牌 禁止和儿童传福音 否则有权要求你们离开 星期三的时候 又有政府的人来查我们 那你说 如何感谢主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和信仰有些关系 第一件事 第二 我听说 很感谢主 这个其实是基督教各星中心 和政府合办的孤儿园 不止这一间最新的 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中心 这样他们就发觉 以前的经验就是 他们这些儿童 升到高中的时候 就会去寄宿学校 那他们就会成立拳契 和他们 都会和他们传福音 在占占地他们长大的时候 很多人是信了主 所以就长线功夫 放长线钓大鱼 看看有什么收获 这个就是其中两个学生 寄回来的多谢卡 就是多谢陈叔叔 因为那里不可以叫陈牧师 所以叫陈叔叔 多谢陈叔叔 就是教那些英文 做什么 所以有行动的话 就应该有收获 就说下一站 是做什么 那就是 我们完成了咸阳的旅程之后 就来到这个信实 就是来到香港的一个访宣 我们访宣了三间的学校 就是一间神学院 两间学校 一个音乐的机构 四间的学校 这个是第二天的 就是陪到小学的 那大家发不发觉 第一张照片 排着水是否很整齐呢 那原来呢 我们来到了浸讯会 记住是浸讯会 陪到小学呢 就受到贵宾式的礼遇 当我们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呢 校长和国主任 原来校董 就列队来欢迎我们 接着呢 进去呢 就是大家排好了 接着呢 这里也写着 有两个 就是欢迎落参基国语浸讯会 大家见不见到那些字 希望大家见到 就是一把金铲 金铲上面有一些字 就写着1953年6月多少日 忘记了 那就是原来是陪到中学呢 就是冬土礼 那时候呢 中学和小学是联合在一起的 他们转身的 要健身的校舍 冬土礼的时候呢 就将这把金铲送给 是Dr.Kell Pepper Dr.Kell Pepper 中文分 翻作 阿里培博士 是谁呢 就是我们 IMB的美南进信会 1924年 派去山东的宣教士 那时候呢 1927年至1937年呢 在山东发生了一个大复兴 好像在港台里和大家分享过 那样呢 Dr.Kell Pepper夫妇呢 是历经了中国整个大复兴的经过 当然大家知道 因为政局的变迁呢 他一定要在49年的时候 搬去台湾的 但是其中呢 有几年呢 是来到香港的 办事的 所以在1953年的时候呢 就在浸信会陪到中学 换校舍的时候呢 就聘用了他做这个 冬土礼的嘉宾 那这把铲子 为什么会落到我手上呢 就因为Dr.Kell Pepper的女儿 记住 这些都是上一辈的事情 她都回到天家了 她唯一生还的女儿 今年九十岁 Mary Kell Pepper Walker 这个宣教士呢 就在我以前服侍的地方 叫做Tiler Texas 退休的 Mary呢 以前帮我们做妇女工作的 她呢 就是说一些笑话呢 就是 我说到的时候 她就说 多谢牧师 我听得明白你的国语 她懂得说山东口音的国语 但是第二个人来说到 她说 我听不明白她说什么 那 在Mary呢 搬去老人院的时候呢 她爸爸呢 有很多伤的遗物 她就交给我去处理 那由于她爸爸呢 Dr.Kell Pepper 是台湾浸送会神学院 第一任的院长呢 所以大部分的宝物来的 就是当时的国务院 送给她的宝物来的呢 就送回去台湾的浸送会神学院 唯独是这把金铲 我不知道送去哪里 因为这把金铲是来自香港的 我又不熟悉陪到那些人 所以这把金铲呢 就跟我来了洛杉基 国语浸送会 不过呢 神就很奇妙的 大家记不记得 在去年九月份 我们语堂来了 都是夫妇 叫做波亚斯和Edness 就是我们的指挥 波亚斯呢 就是陪到小学的副校长来的 接着我说 我好像有把金铲是你们的学校 需要给你们 所以我就琴琴琴 就找回金铲 打算送给波亚斯呢 哎 麦归原主 拜拜 打算就这样算了 谁知道事情就没有这样完结的 原来呢 后来听我们陪到小学校长的分享 波亚斯就发了个email回到学校 原来当时陪到小学正在掙扎 一个问题 神的指议就是说 要不要重新见校舍 大家知道现在香港 都是天价来的 就是要买地见校舍 都是天价来的 所以逢侵校舍够 要不要见校舍呢 都是有不同意见 有些人说 当然见了 有些人当然不见了 当然不见了 那么校长呢 就一直在寻求神的指意 哇 神啊 究竟应不应该见校舍呢 后来呢 在感动之下说 好了我们凭信心见校舍呢 一拨了取之后呢 我们波亚斯帝兄的email就到了 说有把金铲要还给我们 1953年的时候 我们中学见校舍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那么校长知道了这件事呢 陈校长知道了这件事呢 就非常之感恩的 因为他相信这个是神对他 要小学都要见校舍是一个认证 这件事是出于耶和华 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从1924年 我们的美南宣教部派宣教士去山东 接着到1953年 他接受到金铲 以至到今年我们退回去 即是一路讲见证的时候呢 我们中间有个队员说 嘩嘩好像看小说看电影 好像编剧编好了 是呀是编好了的 是我们上帝 我们信实的上帝 掌管历史的神 编好了 所以我们非常之感动 所以他们有校董 校监 全部来招呼我们 还请我们吃饭 这个旁边就是他们校监 校长校监 中间我 我们波亚斯帝兄 和他们的校友会主席 就很欢喜地收回这个金铲 和我们的 人齐了 我们的短孙队也非常喜乐 来见证这个历史的一刻 我们的上帝 是信实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是掌管历史的神 所以感谢主 接着我们再探访了不同的学校之后 这个短孙就结束了 这个香港短孙完了之后 是我需要去另外一个 mission 我回了大陆 我第二天就马上回大陆 为什么呢? 原来在三年前的时候 已经有教会的领袖 邀请我去做一些培训 当时我抽不到时间 因为在读一些博士的课程 今年他有邀请的时候 我说不行 我要去咸阳 有短孙队 他说咸阳 即是你已经去到中国了 去到中国 我说顺便来我们那里做培训 后来我计算一下时间 都可以的 我说好 星期六教几堂 星期日讲几堂 那就走吧 结果不要多久 一个月之前 我就说 什么? 星期六教几堂 当然不行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们叫那些学生回来 大家见到有个楼梯 楼梯上面还坐着人 所以七八十人坐满了 我们这么辛苦暑假 叫那些学生回来 你教几堂就算 当然不行 星期五晚上教 下午开始教 星期六早上九点钟 教到晚上九点钟 星期日下午教到晚上 其实星期一都应该教的 看看你行不行 寇主联敏 不过教得很开心 很喜乐 因为今次的培训分开三部分 一方面培灵 是讲约翰一书 就是讲生命的交流 跟牧师那些不同 另外就是培训 就是世界观的交锋 这个大家有些人想过主要学 不过这个更加全面 一日讲完 有系统 还有就是神圣的呼召 因为当中有些人愿意奉献做传道人 很感恩 都是大学生 其实那些教会有说 现在传福音比以前难了 以前容易 现在难了 但是还是很多人信主 这样想说 大家知不知道那些学生住在哪里 七八十个学生 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教会四五百人 知不知道那些学生住在哪里 几天的培灵会 就躺在这个教会的长凳上面 而且天气是非常热的 所以他们是非常学慕神的 但是感谢主 就是教会都对他们很好 为什麽呢 隔壁就是三餐 教会都有这样的送给他们吃 大家知不知道上面的是什麽 就是这个蠔仔湯 是粒粒蠔肉 真的很丰富 下面有虾子面 所以教会都不虑待他们 虽然他们睡得很艰辛 但是教会不虑待他们 所以那道教会是非常复兴的 其实去到国内 这麽热心追求的教会 很惭愧 我们经常都说主日崇拜 太长太长 要短短短短 大家知不知道 你去一次崇拜多久 大家知不知道 猜猜 差不多 差不多 你去过吧 两个半钟 一个崇拜 两个半钟 半个小时敬拜赞美 一个小时好好的煮餐 一个小时廣道 一个小时廣道 记住一个小时廣道 跟着小小的报告 跟着一起吃饭 所以有时觉得 我经常都说 我们去培训 我们去造就他们 其实有很多他们的精神 要跟他们学习 那你说 哇 那我们很少传福音 不是啊 其实呢 感谢主 都说一下花水 在我们去完这个咸阳 就是刚才看不到这里 那我们有几天是去休息一下 在休息一下的过程当中 有两位姊妹 就说要去洗脚 大家知道 那些脚部按摩 谁然后一洗脚就把他发现完全没有 tuv 一位是受过训练的 说的那个是没受过训练的 受过训练的那位就发觉 原来说来说去好像还在兜圈 就说不如我说你翻译吧 后来就是这样一夹夹夹夹之下 两位师傅里面其中一位是信了主的 接着他们两位姐妹去到其他地方 又和亲戚传福音带了亲戚信主 所以在这里特别鼓励大家 要参加这个报道训练 就是明年的EDT大家要参加 可以有系统的传福音 知道传福音是否一回事 还有既然听了这么多美好的报告 你愿不愿意达出街尾的脚踪一步呢? 如果愿意的话 这样就预备明年 怎样预备呢? 就是将来8月6日呢 在NBCLA大堂那边有分享会 11点45分开始 有免费的午餐 还有呢 有六队的短宣队呢 会来报告的 那我们是粤语报负责 师哥的敬拜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和这个 将可正 执时报名了 应该对了 所以呢 就愿意大家赐福给我们 继续走向这个街尾的脚踪了 好了 这样呢 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纳志 如果稍后你听到 刚才福音是什么 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 或者你有什么感恩的事情 或者你需要祈祷的事情 待会我们唱回应歌的时候 欢迎你走到前来 我去为你祈祷 好 我们一同喜立 唱这个回应的诗歌